念在大姨从小照顾我的份上,我不顾新婚妻子的反对,让表哥暂时住进了我家,然后我却没想到这一情,竟是引狼入室,让我后悔不已。 这天夜里,尿急的我起床准备去上厕所,推开门却看到我表哥背对我,右手在上下套弄着,我定睛一看,表哥手上拿的竟然是我老婆的贴身内衣。 一瞬间,我睡意全无,瞪大着眼睛。 表哥,你在那干什么呢? 啊,小杨,我这半夜尿急起来上厕所呢,看滴妹衣服没放好,就帮她收拾一下,你也起来上厕所。 表哥被我的出现吓了一跳。 慌忙转过身,看到我的眼睛落在她右手的内衣上,心虚地不敢看我,善笑地解释道。 嗯,表哥,你好了没有? 虽然表哥此颗衣服穿戴整齐,但他刚才那个动作,我只要不傻都猜得出他在干什么,尤其是手上还拿着我老婆的贴身内衣。 也就是,对方是我的表哥,我估计对方的颜面才没有第一时间说破。 好,好了,小杨你用吧。 听到我的问话,表哥连忙将内衣放到了边上的衣楼里,快步走出了厕所。 我眯着眼睛,看着表哥走进了卧室,将被他丢进衣楼里的内衣捡了起来。 放在鼻尖闻了闻,立刻就闻到了一股男人都懂得腥味。 好,我催骂一声,将内衣丢进了垃圾桶,撒完尿,气冲冲地回到了房间。 老婆,醒醒,醒醒,我和你说个事。 我把还在睡梦中的老婆推醒,将刚才发生的事情和她说了一遍。 我当初就不同意让她搬进来,是你非说看在亲戚面子,不好拒绝。 你看看,我当初第一眼就觉得你表哥不是什么好人,一见面就色眯眯地看着我,让这种人住在我们家,你有想过后果吗? 老婆又惊又怒。 一脸的恶心,朝我抱怨道。 行行行,老婆,你别生气,这样,我明天就和我表哥说,让他搬出我们家。 这还差不多。 被我哄了几句之后,老婆这才罢休,搂住了我,把头埋在了我的胸口,准备入睡。 我看着怀中的娇妻,心中思绪流转。 我叫刘洋,表哥刘某,是我大姨家的儿子,因为最近刚和老婆离婚,还是净身出户,这段时间没地方住。 大姨,听说我这里空房间蛮多,拜托我照顾他一下。 其实我和这表哥并不算多熟,平时交际不多,只是我大姨从小就很照顾疼爱我。 他开口,我自然是不好拒绝,想着都是亲戚,有难处就帮衬一下,所以不顾老婆的反对,让表哥住进了我家。 然而,当我了解到我表哥离婚的内幕之后,我就开始有些后悔了。 听说,刘某是因为家暴而离婚的,法院判了,他净身出户。 偶然的机会,我从别人那得知,表哥不但喜欢家暴动粗,性欲还很强,几乎每晚都要,而且一晚上还要来上好几次,要是表嫂不从,刘某就会对他打骂,表嫂就是因为实在受不了表哥这般折腾,这才提出的离婚。 姓郁强 有脾气火爆,喜欢动粗。 听闻了这些消息之后,我后悔不已,有一种引狼入室的感觉,尤其是昨晚发生的那一幕,让我立刻下定了决心,哪怕自费给刘某在外面租房子,也要让他搬出去。 只是这时候的我哪里知道,这请神容易,送神难。 第二天醒来,我本来想跟刘某直接把事情说明了,让他搬出去,结果刘某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昨天的事情不敢见我,竟是躲在房间里装睡。 我着急上班,也只能先坐吧,等回来再和他说。 老婆,我先去上班,刘某还没起床。 要不你先出去找朋友玩一会,等我下班回来处理完了事情,你再回来。 我穿戴完毕,老婆还慵懒地躺在床上,一双洁白滑嫩玉腿横在床上,露出大片春光。 我老婆曹芬是个大美女,不但五官精致,身材更是高挑出众,丝毫不弱于那些外围模特,我那些朋友不知道有多羡慕我。 只不过我老婆身体并不好,有先天心脏病,结婚好几年了,也没有个孩子,所以我们商量了一下,让我老婆辞职在家,好好调养身体备孕。 看她睡得那么随意,我皱了皱眉。 拿被子往她那双玉腿上割了盖。 老婆,家里可还有其他男人在,你行为举止稍微注意一点。 我眉头皱了皱,心里莫名有些担忧,要是我一个人,让表哥住也就算了,但是自己家里可还住了一个如花似玉的老婆,目前还是待业在家的状态,让她和我那表哥孤男寡女独处一屋,我可不放心。 哼,这时候知道担心了,早干嘛去了,你老婆我天生丽质,哪个男人看了不动心,你竟然还敢把其他男人往家里领。 曹芬芬撑了我一眼,不过还是老实把被子盖住了自己。 她是个保守的女人,自然不会愿意给其他男人看到自己的身体,尤其是我表哥那样的人渣,那更是避而远之。 老公,你上班去吧,我等等约贝贝出去逛街好了,说好了,今天你就要让你表哥搬出去住啊。 我点点头,本来想送老婆一起出去,但是女人化妆打扮起来实在是太磨蹭了,我等了半天,眼看着上班时间就要迟到了,只能再嘱咐了一句,就先出门了。 在单位,我一天都心不在焉,满脑子都是想着怎么让表哥搬出我家,为此还请朋友帮忙,给我在外面找了个出租房。 下午,和客户谈好了业务,我直接急冲冲地提前下班赶回了家。 一进门,我就看到表哥坐在沙发上,翘着二郎腿,在看电视,嘴里磕着瓜子,把瓜子磕吐得满地都是。 小羊,你回来了。 一看到我,原本还悠闲惬意的刘某脸色就是一浆,有些慌乱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,朝着我露出一丝讨好的笑容。 我冷着脸点点头,刘某没工作,又没房子住,之前我想着让他住几天,找到工作就搬出去,可看他这个样子,可没有半点想要出去找工作的样子。 分明是想赖在这了。 一想到我自己在外面累死累活工作,而我的表哥却在家里好吃懒做,弄得客厅都无言瘴气,我内心的不满和愤怒立刻堆积到了快要爆发的边缘。 刚想要和刘某说让他搬出去的事情,曹芬却是端着果盘从厨房里走了出来。 我一愣,不是说好了让他在外面逛街等我处理完事情再回来了吗? 怎么会在家还给刘某切了果盘? 难道他们一整天都一起待在这个房子里? 一想到这个可能性,我心中就是一惊。 不等我询问,端着果盘的曹芬就冲我使了个眼色,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,表情就更加古怪了。 大姨,您怎么来了? 来人正是我的大姨,我心中诧异,但不敢怠慢,快步赢了上去。 小杨,事情我都知道了,真是对不起,是我没管好我的儿子,给你添麻烦了。 你个不孝子,你还愣在那里干什么,还不快过来给小杨道歉。 大姨抓着我的手,还是一如以往的亲切,转头看向刘某的时候,就立刻患上了一副恶狠狠的表情。 小杨,我,我对不起你,昨天晚上,是我一时鬼迷心窍。 我做了,我做了那种龌龊的事情,你放心,我明天就搬走,你就原谅你表哥,我这一次好不好。 刘某跪在地上痛哭流涕,还狠狠地给自己扇的几个耳光,看上去歉意十足。 我没想到,事情会这么顺利,连原本准备好,让刘某滚蛋的说辞都没用上,他就主动要走。 听着大姨和表哥的道歉,我脸色缓和了下来。 事情能这样解决,表哥也认错了主动离开,我自然很是满意,也不会再得理不饶人。 第二天,刘某真的如他所说的那样,早早收拾了行李就走了。 住的是我之前就给他找好的出租房,我还提前给他付了三个月的房租,算是对刘某的补偿。 大姨也想跟着表哥离开,不过被我拦下了。 让表哥出去,那是处于对我老婆安危的担忧,但让大姨也跟着表哥住外面去,那我可就太不是人了。 大姨本来是不好意思留下来的,但是在听说曹芬目前正在家备孕,便留下来要帮忙给曹芬调理身子。 当晚,大姨就给曹芬做了一大桌子菜,都是备孕补血的食补,还特地给曹芬呈好放凉了。 看到这一幕,我心中既感动又愧疚。 大姨还是那个大姨,对我依旧那么好,而我却是把她的儿子赶了出来。 心里很是过意不去。 夜里,随着曹芬一声压抑又激动的低音声,曹芬紧紧抱着我的身子的手,随即放松了下来。 老婆,对我的表现还满意吗? 我温柔地搂着曹芬,调笑地看着她。 哼,曹芬在我怀中像只温顺的小猫哼唧了一声,显得很是享受,然而下一秒,突然瞪大了眼睛,表情恐慌,指着门外惊声尖叫。 老公,有人,门外有人,有一双眼睛在看着我们。 我吓了一跳,门外有人在偷窥。 我没有余,爬起来披了件睡衣,就朝着门外冲去。 结果一开门,我就迎面和大姨撞了个正招。 大姨,你站在门口做什么? 小羊,怎么样,我今天的药膳,效果不错吧? 你们夫妻生活还算顺利吗? 大姨笑呵呵地看着我,急切地问道。 大姨,刚才是你门外看着我们。 我表情难看,要换成其他人,我早破口大骂了。 但是对方是大姨,我只能把脏话硬憋了回去。 尤其是看到大姨那一脸热情和期待的眼神,我心中哭笑不得, 只当是大姨农村来的,关心我们造娃的事情。 不知道必先。 大姨,下次你别再偷看了啦,吓到纷纷了。 这有什么? 在我们农村不是很正常吗? 小羊,你们两口子别害臊,有问题。 后面的话,我没再听,随意敷衍了几句,就回房了。 没事了,老婆,是大姨,下次我们办事锁好门就行。 我抱着曹芬,轻声安慰道。 曹芬还是一脸惊魂未定的模样,被吓得不清,并没有接受我的安慰,反而一脸惊慌地看着我。 老公,可是我刚才看到的那双眼睛分明是一双男人的眼,并且充满了贪婪和侵略性。 我心中一惊,但还是摇摇头,轻声安抚。 别想瞎想,老婆,屋子就我们三个人,你肯定是刚才情绪激动看错了。 说是这么说,但是我的心里却是浮上了一层阴霾。 难道刚才偷窥的另有其人? 那她又是怎么混进屋子里来的呢? 我和刘谋没什么交集,但大姨对我是真的好。 虽然这几年都没怎么见面了,但是我听我妈说,小时候我妈身体不好,生下我之后没有一点母乳,是我大姨当的我的乳娘,将我从小拉扯大的。 而在我懂事之后,大姨对我也一直很是热心和照顾。 尤其是在我父母在几年前因为车祸去世之后,在我心中,大姨就成了我最亲的亲人,所以大姨能来我这住我是很开心的。 可昨晚的事情,让我心中多了一丝猜疑和警惕。 上班的路上,我思索着昨晚的事情走在路上,突然听到前面传来急促的喇叭声,一抬头就看到一辆面包车迎面朝我开来,速度太快了,我根本来不及躲避。 砰的一声,我眼前一黑,瞬间昏迷了过去。 等医生将我的腿打好石膏的时候,大姨和曹芬一脸紧张地赶到了现场,看到我的惨状。 全都心疼坏了。 哎呀,怎么会这样,这好好的出门,怎么就出车祸了呢? 小杨啊,是大姨,我没照顾好你。 老公,你怎么样,疼不疼? 看着两人关切的表情,我笑着摇了摇头。 老婆,大姨,你们别担心,医生说了,就是轻微骨折而已,需要静养上几个月,不会致残留下后遗症。 说着,我看向了两人身后,让我意外的是,刘某竟然也来了。 小杨,是我让你表哥过来的,我想着,你现在腿伤了,行动不方便,我们两个女人没什么力气,就让她过来帮帮忙。 大姨注意到了我的眼神,赶忙说道,表弟你放心,等把你送回家之后,我立刻就走。 刘某也是立刻表态,两人都这么说了,我也不可能真的再让刘某离开,那也显得我太不近人情了。 尤其大姨说,得对,我一个大男人,他们两个女人确实抬不动我,我上下楼不是很方便,家里确实需要有个男人照顾。 然而,走进家中之后,我看到刘某的行李,竟是整齐地放在了屋内,显然是早有打算住回来的,又或者说是从未离开过。 这让我心里很是不舒服。 有种被算计了的感觉,隐隐有些后悔自己做的决定。 我向公司请了很长的一段假,准备在家休养。 大姨在我家当起了全职保姆,不但承包了家里大小所有家务,每天还给我和曹芬负责一日三餐,菜品很是营养丰盛。 尤其是对曹芬,大姨几乎每天都是给她熬制调养身体的补汤,据说都是活血滋补,被备孕女人喝得大补汤药。 尤其是大姨那眼神,是真的把曹芬当作亲闺女看待,对于生孩子这事,简直比我俩本人都还要上心。 大姨为我们做的一切。 我们都看在眼里,哪怕是之前对刘谋住下来颇有微词的曹芬,这几天也是被大姨的所作所为感动,选择睁一眼闭一只眼,无视刘谋。 至于刘谋,除了最开始两天出去找了一下工作,异性阑珊的回来之后,就没再出去找过工作了,躺在家里混吃混喝。 我看在眼里,并没有多说什么。 要住就住着吧,爸妈因为车祸去世,我得了很大一笔抚恤金,足有三百多万。 只要刘谋能够老老实实地待着,我不介意先暂时养她一段时间。 等我把腿养好了,再去给刘谋找工作。 好把她安顿出去,然而刘谋才安分了几天,竟然又开始搞小动作了。 老公,你能不能和大姨说说,再让刘谋搬出去。 这天,曹芬走到了我的身边,冷着脸说道。 怎么了? 我心里咯噔一下,有了不好的预感。 老公,有她在我们家一天,我这一天心里都不得安宁。 曹芬脸色铁青,显然是被气得不清。 你是不知道,每次吃饭的时候,那个刘谋都偷瞄我,那眼神恨不得要把我吃了一般。 有几次,我注意到她故意拿手机偷拍我,虽然我穿得还算保守。 但是这算怎么回事,尤其是谁知道她拿着偷拍我的照片去做什么事情。 曹芬上来抱住了我,我能够感受到她的身子在轻微颤抖,显然是被吓到了。 还有这样的事情,我陡然一惊,因为我腿伤不方便移动的缘故,吃饭我都是由大姨端进来,在房间吃的,所以并不知道饭桌上的情况。 此刻听到曹芬的话,我知道情况的严重,不能再放任下去了。 我知道了,老婆,这样,你去帮我把大姨叫进来,我来和她说这件事。 我表情严肃地点了点头,示意曹芬去叫人。 同事心中已经下了决定,这次不留任何情面,我都要让刘谋搬出去。 好,那我先去洗澡,希望我洗完澡回来,你能和你大姨把这件事情处理好。 曹芬点点头,拿着换洗衣服离开了。 没一会,还穿着湿漉漉围裙的大姨走了进来,看样子是正在洗碗。 怎么了,小杨是肚子饿了,我看你晚上没有吃多少,要我给你下碗面条吗? 看着一脸关切的大姨,我心中一阵暖意,但还是很下心,抬起头笑着,看向大姨。 不是,大姨,我来是想要和你说刘某表哥的事情。 说着,我双手撑着床挪到了衣柜里,在里面隐藏着衣柜保险箱。 我也不避嫌,当着大姨的面从里面取出了五万块钱递向了大姨。 大姨,这个钱你拿着,你对我和芬芬的好我们都看在眼里,但是刘某表哥那性格实在是太危险了。 芬芬说,看到他害怕,你让他拿着这钱出去找个地方先住下来,至于工作,等我腿好了,我再给他安排。 我诚恳地看向大姨,心中一阵歉意,绝对有些愧对大姨对我的好,然而大姨那和蔼可亲的脸在我说完之后。 脸色瞬间冰冷了下来,从我手中接过五万块,不满地切了一声。 切,五万块,就这么点,你打发叫花子呢? 我愣了,一时间没反应过来,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。 大姨,你刚说什么? 我抬起头,不敢置信地看着大姨,而看到的依旧是大姨那张冰冷又陌生的面孔。 我说,就五万块,你打发叫花子呢。 大姨满脸细血,一字不差地将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,随后竟是直接饶过我,走到了那保险箱的面前,将其打开之前,眼睛顿时就亮了起来。 我说,小杨,你可真是有够小气的,这里面最起码有三四十万,你就拿五万打发我们。 要知道,为了找人开车撞你,光是劳务费我都花了三万,这五万块才刚刚够本呢。 大姨一边从保险箱里将一叠叠钱取了出来,一边嘖嘖有声地抱怨起来。 你说什么?你们找人撞得我,那之前的一切都是你们故意安排的。 如果刚才我还只是因为大姨的态度而震惊的话,那现在则是被她的话给彻底惊到了。 我立刻意识到,我陷入了一个阴毒的阴谋之中。 啊,你干什么? 而我还来不及质问大姨,一声惊恐的尖叫声从外面响了起来。 不好,我心中焦急,这是曹芬的声音。 随着一阵急促的脚步声,曹芬惊慌地从门外跑了进来,衣衫不整,头发还湿漉漉的。 老公,刘谋,刘谋那个混蛋,他竟然偷看我洗澡。 他……曹芬刚跑到门口,就被一只大手给抓住了手臂,是刘谋。 刘谋抓住曹芬之后,并不罢休,直接一个巴掌扇在了曹芬的脸上。 贱人,跑什么跑,我看你还能跑哪里去? 曹芬惨叫一声,倒在了地上,一个鲜红的五指掌印出现在了他白皙细嫩的脸颊上。 刘谋,你干什么,你他妈找死。 这一幕让我看得牙子欲裂,双眼通红地朝着刘谋扑去。 只可惜,我右腿受了伤,行动不便,很轻易地就被刘谋给躲掉了,反而害得自己扑倒在了地上。 呵呵,刘谋,腿断了就老老实实在床上躺着,你们刚才的对话,我都听见了,想赶我走是不是,我看你现在还怎么赶我走。 刘谋,刘谋居高临下,得意地看着我。 哈,一声清脆的巴掌声,竟是大姨打的。 妈,你干什么? 刘谋捂着脸,委屈地看着大姨。 干什么,谁叫你打人的? 还下那么重的手,你信不信我弄死你? 大姨怒目看着刘谋,刘谋原本得意的表情虽然就耸了下来,似乎很怕阿姨。 我心中暗松了一口气,虽然不知道为什么和蔼可亲的大姨会变成这个样子,但看来她还是念着一丝亲情的,有她在,最起码刘谋不敢乱来。 然而,我还来不及庆幸,大姨的下一句话就让我全身彻骨得冰冷。 老娘花了那么多心血和那么多补品给她喂进去,好不容易调养出来的身子,要是被你打坏了怎么办? 我还指望着她给我生个大胖小子的。 给她生个大胖小子,我看看大姨,又看看满眼兴奋和跃跃欲试的刘谋。 一个荒诞又难以置信的念头,在心中冒了出来。 是是是,妈,你说得对,那我现在是不是可以带她回房间了? 我已经忍了好长时间了,天天对她的丝袜打手冲,等这一天等了很久,反正他们是不准备让我再待下去了,也是时候了。 刘谋兴奋地搓着手,目光淫晦地在曹芬的身上来回打量。 滚,还不是你这家伙不争气,要是你伪装得好一点,我们还能再保持一段时间。 现在倒好,计划只能提前了。 大姨美好气地冲着刘谋骂道,而刘谋只能连连称事。 曹芬被刘谋的目光吓到了,躲在我的身后瑟瑟发抖,他身上只披着一件浴衣,大好的身材和皮肤暴露出来,春光乍蟹,肯定是发现刘谋在偷窥之后,慌乱披了一件就跑出来了。 我轻轻拍了拍曹芬的手,从床上扯过床单盖在了曹芬的身上,心中怒火中烧,却强行让自己冷静下来。 因为我知道,这个时候只有保持理智才会有一线生机。 大姨,你为什么这么做? 我是有哪里对不起你吗?你以前可是我的乳娘啊,我也算是你半个儿子了。 我没去看刘谋,而是目光悲伤地看向大姨,试图打感情牌。 半个儿子,那也只是半个始终比不上亲生的。 小杨,你不要怪你大姨,你姨父死得早。 大姨,就你表哥这一个儿子,我花了半辈子的心血把他带大。 结果他却给我娶了个生不出蛋的娘们到家里,到头来还把房子给弄没了。 你说,这得有多气人。 大姨看着我,一脸的忧怨叹气。 大姨,如果是钱的话,我可以给你。 保险箱里的钱,你全部拿走,就当作是我小时候感谢你对我的哺乳之恩,但是曹芬你们千万不能动。 我深吸一口气,提出了让步。 可大姨却仍旧摇了摇头,自顾自地继续说道。 钱我们肯定是要的,并且这房子我们也要,还有你的媳妇,我们也要。 不过小杨啊,我可以保证,只要你们愿意配合我们,借你的媳妇给我的宝贝儿子生下一个载后,念在我们亲戚一场的份上, 我可以保证你们平安无事,一年之后我们会自行离开。 大姨,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? 你就没考虑过这么做的后果吗? 尽管我极力让自己保持冷静,但是我还是被大姨的话给气笑了。 抢了我的钱,占了我的房子,还要我老婆给留谋生孩子,这纠战却朝得可真够可以的啊。 我还想继续说话,大姨低头冷冷地看了我一眼,我浑身一震,竟然从她的眼中看出了浓浓的威胁和冰冷的杀意。 小杨,我知道你在想什么,你觉得如果你失联了,肯定会有人怀疑来找你是不是,只可惜,在你腿上休养的这段时间,我已经和周围的邻居都混熟了。 他们都知道,我在这里照顾你,公司那边你也打过了招呼,哪怕是失联一两个月都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。 说着,大姨从手中摸出两部手机,我和曹芬的手机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被她收走了。 我劝你,最好乖乖听话,这样,我们可以继续像之前那样,在这个房间里面相触下去,当然你的腿,我需要你一直受伤下去,而如果你不配合的话,那我就只能先在这段时间里先杀了你,然后让刘谋带着曹芬躲到其他地方去了。 说完,大姨走上前,一脚踩在我受伤的右腿上。 剧烈的痛疼,让我控制不住,发出痛苦的嚎叫声,冷汗直冒。 老公,老公,你怎么样,你没事吧,我和你拼了。 曹芬在一旁看得一脸心疼,站起来就要和大姨拼命,却是被刘谋给一脸吟笑的搂住了。 小美人,这里就没你的事,你还是跟我到隔壁房间好好快活吧,你不知道,我都缠你身子不知道多少天了,乖乖跟我去办事,要是给我生个大胖小子,我就让我妈放过你和刘洋。 你干什么,混蛋,你放开我,你给我放开。 被刘谋抱住,曹芬恐惧地剧烈挣扎着。 但是她的力气,哪里是刘谋的对手,被刘谋一把横抱起来,就朝着门外走去。 大姨,我,我还有钱,不止现金,我卡里还有两百多万,只要你愿意放过我和曹芬,这些钱,我都可以给你。 我看着大姨,目光祈求,右腿上传来的剧烈疼痛,让我脸色苍白,几乎要昏厥过去。 然而,大姨依旧是面色冷漠地摇了摇头,眼中满是疯狂。 小杨,我知道你有钱,不过几十万对我来说够用了,而我最想要的就是一个孙子,你放心,只要你们愿意配合,让曹芬给刘谋生出个大胖小子。 我保证不伤害你们,我没再喝大姨废话,我知道她已经疯了,彻底不可理喻了。 刘谋,老子操你大爷,我弄死你。 眼看着曹芬就要被刘谋抱出房间,不知道我哪来的力气,我猛地朝着刘谋扑了过去,刘谋毫无防备之下,被我扑了个正着,摔在了地上。 我用尽所有的力气和刘谋撕打在了一起,同时,对着曹芬大喊道, 老婆,你快跑,出去较然。 我知道我肯定不是刘谋的对手,很快就会落入下风,只想给曹芬争取逃跑的时间。 曹芬是个聪明的女人,这时候就是再担心,也知道跑出去是唯一的求生机会,果断地一点头。 不好,大姨脸色一变,快步追上去。 哼,就在这个时候,门竟是被猛然踹开了,而我在刘谋的残暴殴打下,眼前已黑,直接昏厥了过去。 医院的病房中,刚做完笔录的我,躺在床上常常呼出了一口气,身旁的曹芬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,两人相视一笑,露出一丝劫后余生的表情。 刘阳,曹芬,我说你们两个,这次可要好好谢谢我,要不是我发现不对,提早带着人赶到。 你们可就惨了。 曹芬的好闺蜜贝贝,笑嘻嘻地看着我们。 你说得对,贝贝,我们欠你一个大人情。 我看着贝贝,认真地说道,也不用搞得那么严肃,刘阳,等你出院之后,请我吃顿好的就行。 贝贝被我看得不好意思了,大大咧咧地摆了摆手。 上次在我昏厕之前,就是贝贝带着警察赶到,及时救了场。 说来也巧,曹芬洗澡的时候,正好在和贝贝通话抱怨刘谋的事情,结果发现刘谋在偷窥自己,立刻发出尖叫。 虽然手机后来被挂断了,但是贝贝还是觉得有些不对,又打不通曹芬的电话,及时报了警。 而刘谋和大姨也是,已经被抓进了看守所。 并且,从刚才录录录的时候,从警察的口中,我得到了一个令我毛骨悚然的消息。 那就是,因为刘谋和我表嫂结婚多年,都要不到孩子,我大姨想孙子想得疯了,而我表嫂自从和刘谋离婚之后,就消失不见了。 表嫂一家都疾疯了,最后警方在大姨家中的后院地下找到了表嫂的尸体,立刻成立专案对大姨和刘谋展开抓捕。 所以,大姨和刘谋其实是来到我家,是为了躲避抓捕,本来是想着从我这里搞点钱就跑路,但是来到我家之后,发现警方并没有追查到这边来。 心里就放松了下来,之后又看到了曹芬,大姨和刘谋就动了歪心思。 也就是,我运气好,不然这次可就要遇上大麻烦了。 了解了整个故事的前因后果,我惊出一身冷汗,就差一点我和曹芬可就完了,和大姨还有刘谋那种疯子来说,是没有任何礼遇可言的。 我没想到我的一番好心,竟然差点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。 经过这件事情后,我有了阴影,除了妻子曹芬,我再也不相信任何人,也不再让任何人住到我家里,甚至都不请男性来家里做客。 但是这次的事情,也不全是坏结果,在大姨事件结束的第二天,曹芬就拿着化验单兴奋地走到了我的面前。 也不知是命运的馈赠,还是大姨给曹芬做的补汤真的有了效果,和曹芬备孕多年都没结果的我们,这次竟是终于怀上了。 我和曹芬激动不已,两人紧紧搂抱在一起。 面对即将到来的小生命,我暗暗发誓,一定要好好工作,努力赚钱,给她一个最好的生活条件。